我昨天祈禱的經歷是輕鬆的 是平安的 以及得到一種安慰 一種很入心的安慰 我保持到今天也有那種感覺 是好像一切都很風平浪靜 很舒服、很安穩 所以今天經常都很平靜 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個比較有智慧的看法 以及我的性格本身是急躁 但是昨天經歷了之後 今天覺得個人好像沒有那麼急躁 昨天祈禱之後 你的人好像沒有那麼急、沒有那麼猛 一些東西可以放手、交託給神 就是個人平安了 除了祈禱當時的經歷 過後也是覺得有不同的 感謝主 那你今天祈禱又怎樣呢? 葉牧師今天和我一起祈禱 因為我還有咳 他說我現在和你祈禱 希望你得到醫治 希望能夠輕鬆、輕省、快點好、舒服 在祈禱當中 我的人本身我的注意力是有些分散的 從小到大 到那樣某個程度 我就覺得不行了 我要很專注 去聽葉牧師說的話 我就開始很專注 但是當我專注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好像圖畫 好像耶穌的圖畫 他伸出他的右手 有微微向上 好像在解釋一些東西 但是他是受美心所的 我覺得為什麼有這幅圖畫 我理解不了 但是繼續專注下去 繼續專注的過程之中 慢慢慢慢的一種連結 連結那種是一種感覺 是一種情緒 是一種心態 好像流過來我那裡 然後我感覺到 原來是一種很傷痛、很悲哀 很悲天敏人 很傷心 那種傷心不是自己傷心 是為世人要受到的苦難 和世人不肯去接受救恩的傷心 因為世人心硬 或者世人很驕傲 或者將其他東西放在先上 他們看不到救恩的重要 他們被世上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阻撓了他們 但是如果這樣的結果 是非常之悲哀 非常之很慘的 那個結果會 耶穌很傷心 很憐憫 那種感覺是越來越強強 你很愛惜的人 將會承受很多苦難 因為他現在不選擇 他應該選擇的東西 那種傷痛是悲從中來 越來越強 強到一個地步 我開始哭 很難受的那種哭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了 我不可以承受下去了 很可愛 那種感覺慢慢放輕 就回頭 但是我感覺到 我的肩膀是一種重量 慢慢慢慢淋下 不是壓下來 是慢慢慢慢淋下 好像有些重量在兩邊的肩膀 就是這樣 你是經歷到耶穌的憐憫 和為世人憂傷 是非常之憂傷 很深切的憂傷 和傷痛 你當時感受到的憂傷 你很想很大聲哭 哭出來 是的 我的情緒非常之觸動 非常之傷痛 這個其實就是 神讓你經歷到 神的那種憐憫 世人的那種憐憫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因為有很多人會經歷喜樂 但你經歷就是神的憂傷 對於世人沉淪的憂傷 這是很特別的 其實在電話中我都聽到你哭的 然後呢 我後來又再第二次和你祈禱 你第二次祈禱的時候 你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是的 我就換了一個位置 我想坐下 我就伸開我的手 好像一種接收 我們好幾次祈禱 我們都會這樣做 在這個過程之中 就有一種力量 有一種重量 慢慢慢慢的壓到我雙手 反而那個肩膀不是那麼重 好像驗我接收一件事 但那件事是不輕的 好像一個有重量的空氣 降臨在我兩隻手上 而是中間有一點點亂意 我們一直祈禱 我對手當然是向上伸 當然是沒有扶持 正常來說 如果拿著這麼重的東西 就會累 我不覺得累 但又覺得重 所以那種感覺都很神奇 很特別 感謝阿神 你感受到這個能力 其實我們祈禱 我們經歷聖靈的其中一個方式 都是我們覺得有能力 有重量降下來 有一種重量降下來 我們身上 就是神的那個 神那種 他的同在 他的能力降下來我們身上 第二次你也會看到耶穌的 那個影像 是嗎 是 看到的就不同了 他比較安穩 好像平常正常 你之前有告訴我 前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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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中間是金黃色的 好像有個十字架 然後有些火在下面 還是 本身是金黃色 這件事我不肯定 但是肯定是 好像金黃色 類似火 這次是我 第一次經歷這些事情 因為 我沒有試過 為什麼會有些空氣 這麼重 在肩膀上 就更加沒有試過 這麼重的感受 在對手上 第一次 不過這幾年 都是兩小時醒一次 不是一個很深的睡眠 都是淺睡 醒了之後 就好像很多現代人 按電話 滾一輪又回睡 一睡就睡到 但是不是很安穩的睡眠 很一般的睡眠 自從昨天 葉牧師和我祈禱了之後 一睡的時候 是很深的 睡眠很深 甚至沒有做夢 這樣 現在一眼醒 至少有四五個小時 這幾年都很少經歷 一馬大眼是看到天會光 這樣 那個休息是比較好很多 而且個人的恢復 因為我現在病著 病著 現在開始恢復 那就恢復得好很多 是很好 感謝神 多謝葉牧師 你說有兩晚已經是這樣的 是 是 第一晚就是我和你聊天 第二晚就是和你祈禱 是 是 多謝天賦 還有呢 我剛剛和你聊天 這段時間 早點你還剪 但現在好像 又聽不到你剪 是不是你那個剪 都改善了 現在這一陣子 其實你昨天跟我聊天 到現在 已經是慢慢慢慢好些了 那就是神 神在你身上做醫治的工作 醫治你的睡覺睡得不好 是 還有你也有一樣改變 就是 你本來是很有興趣看那些娛樂的媒體 是嗎 是 因為現在太多資訊 太多自媒 就是太多很多不同 吸引人的眼球 我們可以不停地看 不停地看 那從昨天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些 八卦 那些比較沒有意義 就是對我的人生 不造就我的事情 的媒體 就是放出來的視頻 我開始沒有興趣 或者看一兩分鐘 我反而會看一些實在一些 有用途 就是聽多了報導 還有 很想 一天開始的時候 最好先看聖經 多少都好 接收了 然後 開始我的一天 就更加有力量 更加有意義 這些習慣 我平時沒有 這些習慣 我平時沒有 有空就看 現代人 什麼都在攝時間 其實 就是 透過聖靈去更新你的生命更多 令到你都對那些事情失了興趣 是嗎 不知道為什麼很自然 我會這樣做 就是聖靈臨在 而做了這個工作 做了之後才能留意到的後果 並不是要黑夜做的 感謝天父 多謝神的工作 榮耀歸比主 神真的很奇妙 感謝主 神祝福你 祝福你 我會鼓勵你 處理生命 建立與神的親密關係 時時愛祂 專注愛祂 處理心中所有的情緒 負面思想 所有不開心的放手 你會見得越來越清楚 這就會成為神使用你的地方 這是很特別的恩賜 每個人都很特別 而你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恩賜 求主提升你 使用你 祝福你 我為你而開心 我很深信 神會繼續祝福你的 我很深信 神會繼續祝福你的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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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 多謝耶穌 是神預備的 這些一切 其實只有我 祝福你 為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